这次月考 你们俩考得不错 按照学校的传统呢 这次月考可以申请奖学金 但是 从今年开始 一个班只有一个名额 要不这样 你们俩都写个申请书 学校再结合其他因素 考量一下 选谁算谁 没选上呢 也别生气 好吧 行 回去吧 谢谢老师 沈同学 跟你商量个事呗 是我来听你 那个 申学金 你要是不用的话 你要不然就让我生气 你怎么知道我不生气的 这么好的机会 我也不能浪费 你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们家其实住在莲花村 是一个很穷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提说过 而且我们那儿的人都是靠卫珠生活的 我能来大城市上学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我从来没有拿过奖学金 我之前没有跟你说过啊 我本名其实叫林翠花 我会拿给你看的 你真是没有同情心是吧 我怎么没有同情心 你真是没有同情心是吧 不是 乎没资本人 哦民.: 在我在我们荷叶村呢 不仅得喂猪 干嘛 你 小红 我也不过 job 我的证明叫 神铁柱 林翠花同学 还人气呢 要不你打我 姐也谢 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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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啊 好久不见 真是想着 不是 林雨晶 你也太不够朋友了吧 你来浦城都不跟我说一声 你 我这不是刚来 我想过段时间跟你说吗 你要是把我当朋友 就应该我跟你接风 而不是再接上偶遇 错了 耀哥 这还差不多 这是我朋友路药 这是我同桌沈圈 你好 我是路药 你好 我有个问题 你有什么问题 刚才那个 是你们肖操吗 你同桌还挺幽默 我我都可以找到我 行了 咱们呀赶紧找个地方 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 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 哦 对了 同桌 你要不要跟我一块 我就不去了 行 那我下次教你肖操啊 走抱走抱 赶紧跟你说 你怎么还像小时候一样 喜欢要细管 你怎么还像小时候一样 爱管我呀 谁让你是林雨晶呢 来浦城没什么不习惯了吧 有没有什么困难 困难倒说不上 就是孟伟国管得有点紧 钱都冲在饭卡和公交卡里了 我要是想花还得申请 你爸还跟以前一样 一点也没变 他要是能变 就不是孟伟国了 你呢 你怎么突然来我们学校了 别说是因为来看我啊 这不是咱们两个学校 要举办联业运动会吗 我过来看看场地 那谁能想到居然能在这碰到你 上次你问我在哪儿能修钢笔的时候 你是不是已经来了 你都不跟我说一声 我那时候没打算再普城常住啊 所以我就没告诉你 嗯 他们家没欺负你吧 谁敢欺负我啊 也对 谁要敢欺负你啊 你就让谁好看 谁敢惹灵一惊 不过这寂静零下的滋味 真不太好受 我得赶紧搬到学校宿舍去 那你爸能同意吗 当然不能了 所以我自己攒钱呢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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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老师 哎 念一静 你的奖学金名额 申请下来了 来 在上面签个字 奖学金不是只有一个名额吗 我怎么会有啊 审券放弃了奖学金名额 这个名额啊 就给了你 来 签个字 好 来 这是你的奖学金 来 这是你的奖学金 谢谢老师 行 继续加油 好 阿姨 我爸入住 你们怎么这么爱拖拖辣辣的 再不叫就不给办了啊 我现在叫 叫 叫 转过去了 钱不对 剩下的 现金奖 申请单呢 什么申请单 你把这个申请单填上 这儿签上家长名字 还要家长签字啊 没有家长同意是不让住宿的 这你都不知道啊 还要家长签字啊 没有家长同意是不让住宿的 你还要家长同意是不让住宿的 这你都不知道啊